明天又要更新了 这次增加的是什么 新装备 第一个 关于吕布装备的时候 前两回合自身统帅加15% 关于45G 大概是205的统帅 15%也就是30点统帅 很高了 前两回合帮助自己免疫被爆头 提升很大 第二件装备 孙上香装备的时候 魅力啊 我这个45G148 可以转化10%到50%的属性 变成统帅和速度 这个问国策划了 每次都是随机的 就是近战斗 随机10%或者50%之间 就是揉头子 懂吗 这件效果 统帅因为孙上香油裸一 其实也就无所谓了 但是速度很关键 如果扔到50% 也就是说至少要加70点以上的速度 强度也太高了吧 下一件装备 将为可以让自己的武力 提高为智力的10% 大概也就是加22点左右的武力值 已经相当高了 而且这个是稳定的 非常强 第四件装备啊 左磁的专属 规避过后有60%的概率 治疗我军单体50%的治疗量 满红左磁将大大的提升自己强度 因为他应该会穿上援助凯 而像我这种比较白的左磁啊 身板本身就比较淡薄 效果就不是那么强了 接着是司马懿的专属啊 自身获得7%的攻心或者奇谋 持续到战斗结束 从第四会合开始 很强 而且司马懿的装备一直在堆 你可以发现啊 这次应该是为双11做准备的 这些武将都是双11S2卡爆的 有孙上昌 有司马懿啊 到时候大家官方的意思就是客起来 最后啊 就是同名武将共享策略了啊 懂得都懂 OK 接客接客 jam总共享策略了啊 所有人都在了 断